記者 李宗盛 記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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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觀世界 齊平天下 我們關心過去一周 也關注未來一年 歡迎收看 時評大財經 觀眾朋友 美國有印太戰略 中國也有 兩國的印太戰略 有一天會 會碰撞嗎 班農曾說 5至10年內 美中在南海必有一戰 為何是在南海 李顯龍警告 如果美國前置中國崛起 會引發數十年的衝突 他在這個時候發文 談中美擔憂的是什麼 中美兩國各有各的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相互糾結 最終雙方能否理出一個頭緒 將決定中美的未來 究竟是核還是散 為什麼 視頻大財經關注天下大財經 首先 習慣時間 歡迎回到視頻大財經 全球一盤其中美大博弈 就在中美緊張關係持續升溫 貿易戰 科技戰 外交戰 雙方正打的不可開交之際 地緣形勢也沒閒著 針對於美國戰機和軍艦 是頻繁地在東海 台海和南海 穿梭進出刷存在感 中國方面也出現了有關於 南海防空識別區的信息 消息來源是來自於香港的 南華早報 所以石先生 這消息內容到底是怎麼說的 我們又該如何解讀 根據南華早報的消息來源 是這麼說的 他說其實在2010年 中國大陸就同時對於 東海防空識別區 跟南海防空識別區 同時在規劃 那麼但是2013年 東海防空識別區就宣佈了 就設置了 那麼南海防空區 到現在為止還沒設置 那南海的部分 為什麼晚了這麼多年 都還沒有設置 消息來源是這麼說的 主要是涉及到方方面考量 比方說技術方面 政治方面 外交形式考量 當然我們也知道 南海的範圍 要比東海的防空識別區要大多了 不過消息來源是 這麼一個說法的話 他說一旦時機成熟 北京會立刻做宣佈的 那麼這樣一個說法 一方面是一種試探 當然另外一方面是一種暗示 暗示就是希望大家做好 足夠的心理準備的意思 我記得當年就是在宣佈 設置東海防空識別區的時候 就已經引發了 日美兩國等國家的批評 所以這一次想必 如果宣佈南海的防空識別區 恐怕也是免不了的 那麼中國為什麼要 下定決心來做呢 這涉及到整個中國的戰略佈局 我們經常提到 就中國跟美國現在進入到 所謂的休息的陷阱之後 雙方面互相視對方 為一個競爭對手 或者一個甚至於競爭的敵人 那麼在這樣一個情況下 美國對中國採取了方方面美 可以說全方位的 我常講全球一盤棋嘛 無論是科技 軍事 金融 乃至於這個地緣戰略 通通對中國進行遏制 甚至於包圍 那麼在地緣戰略上呢 好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的家門口 就是從黃海 東海 台海到南海 就是美國施壓的一個壓力所在 那當然對中國來講 也就必須要認真去面對這個形勢 所以美國其實一早就擬定 他們的重返亞太 亞太再平衡 針對的就是中國 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內容 主要有哪些 這個內容當然是比較廣泛的 那麼至少包括三個部分 一個經濟方面 我想大家耳熟能像 叫TPP 希望再孤立中國 那麼第二 在政治方面 針對中國周邊的一眾國家 美國盡量進行統戰 希望把它拉到美國這邊 跟中國疏遠 那麼最重要的是軍事方面 美國一早就宣布 要把美國在全球經濟60% 部署在西太平洋 也就是第一島鏈 以及我剛剛講的 中國的家門口四個海前面 確實針對性很強 而且主要就是針對中國而來 那麼中國方面又是如何因應 也就是兵來兼黨 水來吐嚥了 你這麼來 我就這麼回去 所以你搞一個TPP 我也搞一個RCEP 那麼另外針對美國在地緣 中國周邊地區的一些國家的 政治上統戰 這樣中國也搞出一個一帶一路倡議 跟亞投行具體的一個行動 那麼第三方面 就是針對美國在西太平洋 在第一島鏈 所謂的軍事方面的介入 中國也積極發展 所謂的反介入的科技 軍事科技 以及方面的相關的戰略 包括區域具足 希望把美國的力量 組到這個勢力範圍 這個第一島鏈之外 很明顯聽起來就是針鋒相對 不過在這樣的針鋒相對之下 美國似乎也沒站到上風 美國就說奧巴馬任內 差不多有將近8年時間 都搞他的亞太戰略 重返亞太 但其實效果並不好 你想得沒錯的 所以特朗普 繼他之後上任了以後 就改變了他的前任的 一些基本的戰略 確實我們記得他一上台 就宣佈要退出TPP 他認為美國加入TPP是錯誤的 是得不到好處的 沒錯 特朗普有這樣各種各樣的理由 不過我覺得他其中還有一個理由 就是說他不喜歡他前任 包括奧巴馬所做的很多主張 他都要把它否定 那TPP我就否定了 那麼接下來亞太戰略 我也給你修正一下嘛 就提出所謂的印太戰略 我們說這個印太戰略 印太的範圍是比亞太還大的 沒錯 從某個角度來講 美國定立這樣一個範圍 更大的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中國的一帶一路 實際上就已經從中國 延伸到亞洲 延伸到歐洲 跟飛出去了 所以美國認為要包圍中國 也不能光從太平洋這一邊來包圍 也必須要從太平洋加印度洋 這個方面來包圍 所以雙方面合起來就叫印太戰略 這印太戰略這個範圍 當然要比亞太戰略要大得多 它也成立了一個印太司令部 這麼印太司令部主管的範圍 在地球上你可以看到 從北極到南極 從太平洋到印度洋 都是屬於它的管轄範圍 那面對這樣的一個形勢 中國是如何因應 還是兵來加囊 水來吐厭 你有你的印太戰略 美國的 中國其實也有一個 不過做法是這樣 美國很高調 是吧 中國不高調 中國但是該做的就做 其實中國也有 中國的印太戰略的示威 那我們說美國的印太戰略 範圍如此之大 而您提到的中國版的印太戰略 又有哪些主要的內涵 基本的結構是很類似的 也是包括印度洋跟太平洋兩個部分 但太平洋的部分沒有美國那麼大 中國不會跑到美國家門口去 但是在西太平洋這部分 當然是屬於中國印太戰略一個部分 另外在印度洋 那麼現在中國不管是一帶一路也好 或者各種經濟方面的考慮 也當然要把它好好做一個戰略的 設立一個佈局 那麼在這兩個佈局中間 有一個地方是接壤的 那就是南海 所以南海就是 太平洋跟印度洋中間接壤 當然是中國印太戰略中的一個 核心部分 好 那究竟具體的內容是什麼 是否可以請您來為我們進一步 展開說明 那麼既然這個南海 是咱們中國印太戰略中的一個 核心部分 咱們就從南海開始談起 那麼剛才我們前面提到 《南華早報》引述消息來源說 那麼到目前為止 這個南海防空設備 協助還沒宣佈 主要是還有一些考慮 那我認為最主要考慮是兩個方面 一個是技術方面的考慮 一個是政治方面的考慮 這兩者之中 恐怕是以技術最為根本 最為重要 對吧 沒錯 技術方面 首先你必須要有個條件 就是說你作為防空識別區 你的目的就在於 這個識別或者是 針對任何的外國的航空機進入來 你要給它驅離 給它警告 所以你必須要有幾個條件 第一 你要有偵測的能力 偵查能力 第二 你要有追蹤的能力 第三 要有驅離能力 沒有這些條件的話 這個防空識別基本上就是空的 也沒有人甩理了 是 我們說這中國在南中國海 一向都是有九段線的宣誓起主張 但關鍵還是在於 有沒有這種軍事能力 對 你有這個軍事能力的話 那麼九段線基本上就是一個實線 要不然就是一個虛線 那您認為目前南中國海在這方面的能力 如何是虛 還是實 好 那麼中國當然已經把南中國海 看的是中國印太戰隊中的一個核心部分 所以就必須要把這個虛線變成一個實線 那麼但是整個步驟是謀定而厚重 一步步逐步展開的 那主要的步驟有哪些 首先第一步就是先把這個南中國海 納入這個行政管轄的一個 實體有效的管轄的範圍之類 所以就宣佈了三沙市 我如果記得沒錯的話 2012年就宣佈三沙 三沙就是西沙 中沙 還有南沙 那麼接下來就在這三個地方 特別是西沙跟南沙催田造島 把一些礁盤催田造島成一些具體的島嶼 那麼現在西沙有這個永興島 或者別的島 南沙更重要 有七個礁變成七個島 七個島裡面有三個島 都這個面積分別在2點幾 3點幾 還有6點幾平方公里 各有2000或3000多公里跑道 還有港口 還有雷達站 甚至還有空調的機庫 這些東西都具備了以後 那麼才具備剛才講的 作為一個防空識別區的一個 基本的條件 那我們說這兩個三角形是什麼意思 這個我們剛才在填島的時候 實際上填出了兩個三角形的 這個兩個三角形 各位如果把地圖攤開來一看 就知道咱們南中國海面積很大 差不多有350萬平方公里土地 那麼北邊是中國南邊 就海南 那麼西邊是越南 右邊是菲律賓 南邊是馬來西亞 在這麼大的一個範圍裡面 西沙 中沙 南沙 就是一個正三角形 倒過來的一個三角形 那麼南沙中間 我們現在剛才講 有三個島非常重要 叫永蜀 永蜀島 美濟島 還有竹壁島 那麼這三個島 又變成一個正三角形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 跟剛才那個三角形 就變成兩個三角形 基本上等於掌控了整個南中國海 這樣看來作為一個防空識別區 其實在工程還有技術的條件上 都已經是具備了 那麼技術之外 政治考量又如何 第二個方面是政治考量 政治考量主要是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戰略的需求 那第二方面就是外交形勢的判斷 是 作為一個防空識別區 南中國海的防空識別區 它的戰略需求又是如何考量 戰略需求有各方面面 我認為最重要有五個方面 這五個方面 都是針對中國的印太戰略 來思考布局的 第一個方面 其實就是改變中國的 一個戰略的一個劣勢 我們知道中國過去 一直有所謂的 這個麻綠甲的困境 所以麻綠甲困境 就是中國是一個能源 和資源輸入大國 那麼這個很多能源 雖然都需要經過麻綠甲 但麻綠甲呢 基本上中國並沒有辦法控制 那麼被美國控制 所以中國的石油呢 現在這些年來必須要分散進口 從哈薩克斯坦 從俄羅斯 從巴基斯坦 從緬甸 那麼這個當然能夠分解一部分 這個麻綠甲困境的壓力 但最重要的是要反制麻綠甲 那麼所以今天在南中國海 有兩個三角形的軍事部署的話 就代表了中國對於麻綠甲 也有一定的控制跟反制能力了 所以從您的話分析起來 也就是面對麻綠甲 中國在戰略上 不再處於完全被動的狀態了 好 那第二個方向是 第二個也是要流轉 中國的過去的戰略的劣勢 我前面提到了 中國這個家門口 基本上美國內海 就一直到中國家門口嘛 四個海通通變成 美國的勢力範圍 所以中國不能夠容許 這個情況繼續存在 所以在這方面必須要加以流轉 您確實有講過 就是中美之間的河海之爭 中國必須要在自家門口 建一個護城河 那麼最終把美國勢力 從第一甚至是第二島鏈 給驅逐出去 您講得沒錯 我們這個所謂護城河 基本上就是把黃海 東海 台海 南海 變成中國的家門口的一個勢力範圍 要把美國的勢力從這邊驅逐出去 第一島鏈 甚至驅逐到第二島鏈出去 那麼所以要做到這一步 東海防空識別區 跟南海防空識別 就變成我們的內海戰略 不是 就變成我們的護城河戰略中的 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了 那您說到的第三個方向是什麼 第三個嚴格的說 也是要流轉中國的戰略劣勢 我們知道中國跟美國都是核大國 核大國最重要就是能夠核威脅對方 不要使用核武器 那麼核威脅對方就核報復能力呢 中國的三位一體的話 其實陸基的話呢 跟美國的陸基一樣 安全性呢是相對比較低的 但是中國空機的核報復能力 比方像這個轟炸機 轟20到現在為止呢 還沒有真正的實現 那麼所以中國最重要的 現在靠海基 海基就是核潛艦 那麼核潛艦呢對中國來講呢 東海的活動範圍呢 這個水太淺 比較容易被對方發現 南中國海呢 水深大概都在1200米平均 甚至還有更深的 所以對中國的核潛艦 這個報復反制美國核威力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戰略基地獲得空間 所以聽起來難怪這美國 是如此關注南海 不僅如此 中國還有第四方面的需求 我們這一帶一路的倡議呢 從海陸出發的第一戰 就是南中國海 所以在這方面必須有安全的保障 那麼還有第四 這個我們既然是印太 一方面是印度洋 一方面是太平洋 太平洋跟印度洋中間怎麼聯繫呢 要靠南中國海 那這個情況跟美國一模一樣 所以南中國海就變成了 中國印太戰略 這個左邊跟右邊 兩塊白紙聯繫中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這麼說來 這對於中國還有美國來說 南海都是兵家必爭之地了 是 所以這個情況非常類似 所以美國也很重視南海 中國也很重視南海 難怪這個美國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戰略加班農 就是塔朗普的測試 在2017年他就說過 中國跟美國在5到10年之內 所以必有一戰 主要的地方是在南中國海 它有這麼一個觀察 值得我們注意 是 那麼歷史究竟 會不會如此發展呢 得要讓時間來給答案了 好 我們再換一個角度來談談 就是越來越激烈博弈的中美之間 這樣那個激烈博弈 到底接下來對於亞洲 對於全球秩序來說 又會造成怎樣的衝擊跟影響呢 先休息一下 時評大財經 廣告之後見 你怎麼會吹走 很多人對於亞洲 跟美國提供 那天 後來 初音量 我們要進步 後來 2 他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到是中美之间的博弈 从来就不限制在中美两国之间 而是在全球范围中进行 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的 G7会议邀请函 邀请到六国元首到美国来参加G7峰会 但是他的邀请却受到了冷带 特朗普一气之下公然宣称 G7已经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框架 他决定要扩大邀请范围 在原本的G7组合上 再邀请澳大利亚 印度 韩国与俄罗斯参加 想要来搞一次G11峰会 所以石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件事情 这美国是冲着中国而来的吗 我们知道美国作为今年的 G7的轮值主席的话 他是有权利做两个事 一个他决定可以多邀哪几个国家参加 第二就订定这次G7会议的主题 他今天订的主题是 未来或中国的未来 你说他是不是冲着中国来的 是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默克已经是明年的宣布 说他拒绝参加 所以就算再多邀四个国家来 也凑不成11 没错 他心里也有准备了 所以他有的时候保留一点 也许我们今年是G11也许是G10 所以在这边有点保留 我告诉你啊 连G10都未必能够组得成 因为默克不来 其实俄罗斯也未必会来 因为俄罗斯如果真的要参加的话 那么英国加拿大就会拒绝参加 那俄罗斯也未必主动要参加 所以这个G10要凑起来是很难的事 所以您如何来观察特朗普呢 他的心态以及所作所为呢 这样美国或者包括特朗普战略 朝野现在冲着中国 那么这样一个心态 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了 过去还有一段时间 我想很多中国的包括专家们 都认为美国不会冲着中国来 我现在应该看得很清楚了 那美国要冲着中国来的话 基本上它必须要有一个 合理化的一个论据 一个论述 所以不断地在妖魔化中国 或者是这个丑化中国 那最近又出来一个新的东西 那就是关于美国针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 或者战略途径 进一步地丑化了中国 但是接下来当美国打算 要采取真正行动的时候 美国突然发现到 它现在有点利益未来 它的底气不足了 它似乎没办法单独来对付中国了 它要打群架了 所以才会东拉一个西拉一个 所以您这样的一个分析 其实恐怕呢 还是会落得一个一厢情愿 您说这美国现在底气不足 又是什么意思 主要还是国家的气势吧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两个国家 就讲美国跟中国好吧 这两个国家的运势呢 基本上出现了一个现象 就是美国的运势的下降 而中国的运势的上升 那么这个现象呢 很明显 一般人都可以看得到 除了少数人故意不看以外 但是呢 由于这个现象 一升一降发生的时间都很短 因此有人虽然看到 但是他未必明白怎么回事 当然也没有必要 也没办法做出一个必要的调整 您说这些变化 应该就是最近这三四十年对吧 这三四年变化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 造成中国势力崛起 这个我就不必谈了 大家都很清楚了 大家比较关注的应该是 美国在这四十三四十年运势 出现什么变化 确实啊 这中国的部分是不必在 更进一步的细谈 但是呢 美国方面是不是可以略作说明 好 美国方面呢 我就打算从1991年开始说起 因为30年前 我们知道1999年美国结束冷战 苏联垮台了 苏联解体了 这个美国的国运呢 就扶耀之上 也就上市历最后的十年呢 美国各方面表现都非常出色 不管是经济力 科技力 军事力 财政力等等等等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的一个形式 是 您曾经用这黄金十年来 形容这个时期美国的表现 对 但是美国的黄金时期就十年 很奇怪 就这么十年 2000年就它那个国外年 2000年之后呢 就进入到美国人自己承认 一个所谓地域十年 美国的国运就急转直下 那么地域十年 2001年的921 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 2008年的世界金融海啸 美国呢 国运就开始往下走了 那在地域十年之后呢 地域十年之后 就是2010年之后 整个美国下行的趋势 并没有改变 我因此呢 制作了一个图板 这个图板就描述 美国在1991年到2020年整个形势 你把它给大家介绍一下 是 我们看到这图板上面呢 我们首先要是从黄金十年 到地域十年 从周天子号令天下 到周天子示威 再到了从主导全球化 到破坏全球化 以及最后我们看到 从受世人敬畏到被世人比 我想我们这四条呢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那么周天子号令天下 在1990年代的时候 美国批评谁要打谁 没有人敢说话的 到今天周天子示威 你要组织一个 集三位都组织不成了 说明美国人看这个 我相信他们也会同意的 他们也会不胜唏嘘的 他们也是会觉得 有点不堪回首的 是 我们说这两个大国 形势一销一掌 一定会对全球局势 及国际关系 产生巨大影响 对 所有的政治家 都应该看得很清楚 比方说我们前一阵子 介绍的基辛格 他说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 全球秩序将会出现永远的改变 我告诉你 不光是新冠疫情之后 其实老子已经改变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一篇 另外一篇 就是现在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他写的一篇文章 也很值得我们注意 您说到这李显龙 发表了什么文章 他的主要观点为何 这篇文章 就要发表在下个月出版的 外交期刊上面 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 他对于亚洲世纪感到非常担心 他认为中国跟美国之间的 关系不好将会影响到市局 所以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谈到过去亚洲世纪 是怎么怎么还不错的 美国扮演什么什么角色 最近几十年来 一个新的形式出来了 比方说中国的崛起等等等等 所以听起来也就是以亚洲 或亚太地区为背景 来观察分析 早先的美国角色 以及近期中国崛起的影响 对 我们可以看看他其中最重要的重点 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他最担心的就是中美之间 目前的关系的恶化 他认为这关系的恶化 不但会终结亚洲的秩序 也会对全球秩序 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他说中国跟美国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想要逼迫 亚洲国家选边站的话 比方说美国要把中国 看作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对手 尽全力去打压的话 又比方说中国想方设法的 或者希望在亚洲地区 打造成一个 专属的一个势力范围的话 这都会使到中美关系 进入到长达几十年的 一个互相的斗争的过程 这个对大家就不好 几十年的过程 我就想到 我经常讲一句话 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 我说这句话 基本上描述的 博弈的范围是全球范围的 时间是长达几十年的 我觉得他的看法跟我看法 基本上是一致的 没错 这就是一个新时代了 李显龙和亚洲国家 显然都很担心中美之间的对峙 而且要迫使他们 做出最后的选择 没错 它说中国跟美国 各有各的战略选择 比方说美国的战略选择 如果你美国的战略选择 你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个 你把中国看得 是一个不能接受的一个 对手 你必须全力给他打压 你认为他对你的安全 会构成威胁 这是一个选择 第二个 你承认或者接受 中国是一个大国 而且你愿意跟中国打好交道 用一种平等的方式合作 或者来进行竞争 那么这两种选择 如果你选择前一种的话 就刚才讲的 那么中美之间的斗争 会长达数十年之久 所以李显龙的这些话 其实跟他父亲李光耀 曾经说过的话 非常的类似 都是希望美国用一种正面的心态 来面对中国的崛起 但到底具体该怎么来做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精彩内容 广告后见 3 3 4 5 欢迎回来 刚刚在上一节 我们谈到了 关于李显龙的一些观点 那么事实上他父亲李光耀 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 先生您是怎么看的 我记得我介绍过李光耀 在生前讲过一句话 他提醒美国 他说你要不就是战争 因为中国没办法阻止他的崛起 要不就是你好好学习 去面对一个实力更强大的中国 我觉得李昂尔不但是一个 政治上非常著名的一个政治家 而且还是一个政治上 一个道德感的一个专家 是 但美国似乎未必听得懂 或是听得进去 至少到目前为止都是如此 所以先生您看整个问题的 癥结点又是什么 我觉得分两方面来谈 一个是属于心态层次的 一个属于理性层次的 我们现在心态层次 现在就指美国 我们知道美国在地上 称霸了100年吧 至少50年以上了 所以你先要美国承认 他霸权已经不在了 或者受到条件 他不太能接受的 更何况他对中国 一向有很多的偏见 跟这个成见 要一时改变过来 真的不太容易 好 就算改变过来 还有一个理性层次的 那美国跟中国确实出现了 很多利益上的矛盾纠结 那这个利益要如何去协调呢 对吧 利益协调又是什么意思呢 好 利益协调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跟中国各有各的一个核心点 我们经常讲这句话 你有没有注意到 中国的外交官 或者中国的重要政治人物 跟美国在对话的时候常常讲 我们希望美国跟中国 互相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 听过这句话吧 是 我们经常听到 而且中方强调的这句话 不但是自己非常重视 也希望美方可以重视 但具体理解的话 核心利益指的是什么 我认为借用中英来当年 在1950年代提出的 外交五原则 其中第一条就是尊重 领土跟主权的完整 第二是互不侵犯 第三是互不干预 这几条我认为都是中国 非常重视的核心利益 是 那就中美之前 我们看到之间当前的这个形式 来看的话 中方也在强调核心利益 具体应该是有所指 指的包括像是台湾 香港 西藏 新疆等等 不错 就是这样子 你看台湾的话 就涉及到领土跟主权的 完整的问题 是吧 香港 新疆什么等等 就涉及到干涉类政的问题等等 那导过来的话 美国又会认为 它的核心利益是什么 我们设身处地 美国从来很少谈这概念 我假想我是一个美国 我是美国人 我关注的美国核心利益 我说到底就一条 就是我的霸权地位 不容挑战 甚至于不容威胁 不容取代 是 但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中方显然并没有 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的 意图或者是能力 对 那这要比较复杂 分两方面的谈 首先你的霸权 是代表什么概念 我们一般理解 在经济上GDP永远第一 军事上永远第一 各方面都永远第一 科技上等等 现在你的确都是第一 但是我中国快速崛起的时候 你没办法压着我 中国自己也不可能压着自己 不超过你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就涉及到 一个观念上的问题 你愿不愿意去接受一个 实力更强大中国理官要讲的 那么第二个就涉及到 这个台湾问题了 那么现在的这个美国 中国是希望要和平统一台湾的 美国来讲台湾不属于他的话 就涉及到他在西太平洋的 这个所谓的核心利益了 所以这里面确实比较复杂 您分析十分到位 那您又是如何来看 这两部分的问题 首先属于第一部分的话 就是各种指标方面的话 我相信美国必须要用一个 比较健康的心态 来正面看待中国的一个崛起 就像李光耀跟他们提出建议的 那么在这边从事和平竞争 或者合作等等都可以 关于第二个部分呢 才是问题中的真正的核心 但是我注意到这个李显龙 这篇长文呢 很长的一篇章 但是这个地方呢 居然没有提 也许是过于敏感的问题 所以也许是提了以后 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但这个问题确实是核心 的确如此 到底接下来该如何面对处理 我们进入评说心域 欢迎回到评说心域 学生我们今天聊什么话题呢 我们今天谈和平的G2 vs战争的G2 说到G2 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 我想您说的应该就是 中国跟美国 对 中国跟美国 刚才我们前面谈了很多了 全世界都关注 理解农业关注 所以中国跟美国的关系 如果不能搞好的话 不但是中国跟美国 本身受到影响 连亚洲地区全球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们希望认真去思考这个问题 但是我认为G2呢 理论上不排除 就是两个可能 一个和平的 一个战争的 但是我以前讲到G2的时候呢 我说中国跟美国 其实存在着很多 其他方面的选择 比方说竞争 比方说斗争 比方说战争 还有除此之外 还有合作 还有交换 那么这五种方式 基本上都存在于 中国跟美国的方方面美 那么首先我们谈 如果美国它坚持它的霸权 是所有的指标 经济 技术 什么样的叫军事指标 都要第一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做不到的 因为中美之间一定 中国一定会超过它的 迟早在某些里超过它 如果它不能接受的话 这就战争了 所以美国最好就接受 李光耀的一个建议 要认真学习去接纳 承认一个实力更强的中国 比较更难的 挑战更难的 前面一部分就心态调整就可以 后面一部分 台湾的部分涉及到 用朋友的了 因为对这个东西 对中国来讲 绝对不可能有任何容忍 推让的 但对美国来讲 严格的说 竟不是美国真正的核心利益一部分 所以剩下来 美国怎么能跟中国处理这部分 用什么样的方式避免战争 我觉得是对中国跟美国 增加最大的一个考验了 声明大人希望你喜欢 下周同学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